今日母親節,大家都出盡法本想辦法 怎樣令客戶消費到自己身上 又同時可以哄到媽媽開心 好像Pizza黑那樣就推出了一個超級自尊媽子批 心形批,夠特別啦 不知是否太吸引,太多人落單的關係 中午十二點多,我們就收到投訴說 Pizza黑的外賣系統塌了 搞到有人給了錢,落不到單 Pizza的Facebook還被人轟炸 你這個傢伙死了 扣了錢,大出error page 錢又給了訂單消失,電話打不通 母親節,媽媽很不開心 向我們投訴的L先生,就是為了孝敬媽子 想online訂個心形批 怎知訂了幾次都error 因為我想是會不會買一間店的問題 所以我試過訂美夫,也試過訂麗之國那間 其實都是出同樣的error 幸好L先生選的是外賣自取 是落分店才給錢的 沒有給人online過數 但母親節都要慶祝的嘛 L先生就決定 現在我終於人肉去到店舖 就取訂單 店員知道網上的系統有些問題 12點05分左右 一決單應該是收不到的 職員是很幫助的 例如有些人是Apple Pay過了數 他們就跟他們說 因為收不到單 現在會再收一次線 然後之前網上給的單 應該會退回Apple Pay 我們也有就事件向Pizza Hut查詢 不過截稿前都未有回覆 error先生再補充說 其實Pizza Hut買外賣的系統 一向都不user friendly 他應該已經知道 可能某一隻麥意粉 某一隻小食已經沒有貨了 他也不應該出給客戶選擇 但他照樣出 其實他最後呢 他就會 告訴你 意粉沒有 他就會clear所有選項 要我從頭再選擇 於是第二次 我入完之後 他又說 到你的小食又有error 即是又沒有過 又要再下一個 所以其實一個 每一個很簡單四分鐘的流程 就變成我要做三次 當然知道你們有人說 那就不要光顧了 但Ellen先生就說 無可否認Pizza Hut多分店夠方便 不過下次都會積極不選他 大家又怎樣看這件事呢 今天又是怎樣和媽媽慶祝的呢 一起留言分享 CLS 訂閱和按鐘仔 下條片再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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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